好了,你現在聽到的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一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英國人可能面對的問題 這個不是我講的,首先一定要講清楚 這個就是一些糧食安全專家所講的 就是明年英國是極有可能出現食品短缺的問題 那些糧食專家怎麼講呢? 就是因為氣候變化、交通問題 交通問題現在真的有,紅海那裡真的有影響 還有,全球衝突繼續影響供應 2024年糧食短缺的可能性 現在就很高了 可以說差不多百分百會出現 根據英國他們現在的 那個... BTOM 它有一個叫做Border Target Operating Model 這個就是 在明年一月底的時候 歐盟進入英國的貨物 就會有新的檢查 這個叫做 邊境目標 營運模式 Border Target Operating Model BTOM 先說一下 BTOM 這個會影響到糧食的進口 根據 根據 就是...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就是貝爾法斯特 的女王大學 那個教授叫做 Chris Elliott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水果和蔬菜 會特別受到影響的 大家記得 今年年頭 其實就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英國沒有雞蛋 還有二月的時候 沒有蕃茄和青瓜 結果是要配給 這些呢 在2023年是出現過的 其實... 應該是曾BC也說過很多次 之前是雞蛋也沒有 然後還有就是蕃茄 就是這些小黃瓜、青瓜 沒有的 好了 這個... Chris Elliott 教授 其實就是之前 有一宗英國發生的 馬肉醜聞 他是負責政府調查的 馬肉醜聞是什麼呢? 就是... 漢堡包裡面 漢堡扒裡面 說是牛肉 但是其實裡面是馬肉 應該是在英國發生過的 當然是 他的... 預期 他就說 好像2023年經歷過這樣 就是有些超市貨價 會兇幾個月的 這種情況 就會變得更加持久 他又說 這個就不僅是 那些東西 可不可以負擔 就是 你買食物 現在當然是貴了很多 但是這個 可以負擔是一件事 還有就是 根本有沒有供應 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教授 他就說 2024年 英國超級市場的貨價 尤其是新鮮農產品的 貨價 空空如也 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高 他就說 潛在短缺的原因 就是因為 其他國家的糧食都不安全 就是他沒有辦法 其他糧食都不夠供應自己 沒有辦法運到英國 還有就是 氣候變化 還有運輸問題 這個教授就把新鮮農政府 說他沒有長期規劃 還有 他就說 現在英國的農業產業 已經 屏臨崩潰了 這個是 Chris Elliott 教授所說的 不是我所說的 那麼 他舉了一個什麼例子呢 他舉了新加坡 新加坡真的是全世界 自理無犯的一個例子 很多國家說 要怎樣怎樣 都是說新加坡 所以你說 不要跟新加坡比我們更厲害 這些就是多塊魚的 新加坡的政策 很明顯就是 有老的人想出來的 而且新加坡不是做樣子的 好了 新加坡他們制定了什麼 去到2030年 新加坡自己生產的糧食產量 它自己的食物的產量 是提升到 百分之三十 它是 新加坡 它是 要令到自己生產的食物 是 有三成這麼多 在新加坡之前 他們的食物 是全部都是依賴進口的 其實是 新加坡其實是 現在他們說 三成是要自己生產的 新加坡是 是2030年的時候 英國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們大部分的新鮮農產品 水果蔬菜 全部都是依賴其他國家進口 其實以前呢 在英國就是 乳製品 現在他們的乳製品方面 都是自給自足的 那麼 在家禽和蛋類方面 以前呢 都是自給自足 但是現在不是 以前 以前都是自給自足的 乳製品 現在可能也慢慢不是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英國他們的食品工業 或者他們叫做 其他的食品部門 都是開始崩潰 在2021年 他們做了一個食品安全服務 食品安全報告 他們做了一個食品安全報告 他們發現 在2020年的時候 英國買的食品 有四成六都是進口的 根據現在他們的邊境 他們之後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從1月31日起 雞蛋、乳製品、肉類 其他高風險物品 都會在邊境 要更多檢查的 這個就會 減少了英國實際的食品供應 這就是英國出口與國際貿易研究所警告的 這是什麼事 他們怎麼說呢 雖然英國企業已經習慣了 要去歐盟的貨做檢驗 但是 這個BTOM 因為要檢查 入境歐盟的貨 這些檢查全部都是新的 好了 這些全部都是新的時候 你的程序 又要調整 還有就是 可能他們警告了 現在就是 一向買的食品和飲品 供應都可能會停止 還有超市的貨價就會被刺激 還有 現在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 巴拿馬運河 以及蘇伊士運河運輸的問題 這個會影響到什麼呢? 葡萄酒 iPhone 這些消費品 所以不只是食品 其他東西都會受影響 那麼 全世界最大的兩家航運公司 其實在星期五的時候已經證實了 之前我也有說過 就是他們 船是不會再經過洪海的 那些船是 英國石油公司也說過 就是 都不會經洪海運石油 那麼 馬士基 馬士基郵輪 都避開這些路線 那麼 由歐洲去英國的貨 包括電子產品 服裝家具 那就要多幾個星期才可以到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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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當然他們不是沒有農民的 他們有農民 那麼 他們有一個National Farmers Union 那麼 他們有一個 Horticulture and Potato Sport 就是專門種薯仔的 委員會 那麼 他們有一個主席 就叫做 Martin and Matt 那麼 Martin and Matt 他呼籲英國要制定一些 糧食生產的目標 那麼 如果 生產糧食是有目標的 那麼他條理農務就有運行 那麼 英國他們 食品農村事務部有發言人 他就說 沒事了 英國很糟糕 英國也是糟糕的 他說 我們不承認這些說法 這些沒有東西的 這個教授說的話 是廢的 英國的食物鏈 完全有能力應對 這些影響 這樣 我不相信英國政府說 老實說 我是絕對相信 那個專家說 還有 如果 英國自己 自己 糧食他 完全不生產 那其實是很糟糕的 他生產不了 這些是死定的 那麼 現在當然 他當然會有更多的問題 現在英國其實 會不會真的 2024 貨架空很多 老實說 我認為是會的 因為 2023也試過 2024 現在地球更亂 那麼 是不是會更糟糕呢 我的看法就是 絕對是更糟糕的 那麼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 今晚如果能夠安排 就有 九鐘序節目 安排不了就沒有了 不過應該 我想安排的 但是可能也安排不了 那麼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 希望大家 就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那麼明天 就有些地方 就有 大減價的 那麼 希望大家 買東西也買得開心一點 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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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